你如果愿意帮自己一把 我不反对 你要是不愿意 我更无所谓了 既然你决定一条道走到黑 那我也按摩能住了 带下去吧 等一下 让我想想 我差点就上当了 你这是欲擒故纵 我还得有一套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 为了一个根本不该牺牲的任务丢掉的性命 再然后呢 我会痛哭流涕地求着你 说我是一时糊涂被人利用了 你会宽慰我 你会宽慰我 说 将功补过 为时未完 而我呢 而我呢 则会把我们在哪里街头 如何传递情报 甚至把紧急联络的通道 推一一地告诉你 这些蛛丝马迹 也许不能够直接帮助你们找到要找的人 但是 至少可以让你们进一步地接近目标 哪怕是 一点点 看来真的是低估你了 不好意思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蠢 不过你说的对 这件事情背后的缘由 我确实一无所知 但是我知道一点 我的反跟踪 做得天衣无缝 顺着我 你们是绝对不可能找到我背后的组织的 好吧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今天的谈话 到此读书吧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死而无害 你不用着急着死 对你到底怎么处理 相关部门自然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安 不过我要纠正你一点 你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聪明 带下去 封锁消息 不要惊动任何人 是 看来我们的敌人 还真的不简单哪 朱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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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再见 陈老师好 你好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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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好我自己过去的吗 是说好你自己过去的呀 但是我过来接你了 为什么呀 对呀 为什么呀 你猜猜 我 可能是担心我 其实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我多么大一个人了 你都在门事情呢 再猜猜 你猜我出来了 过来过来过来 喂 同学们 您注意一下 陈首安 她已经是我的人了 以后谁 都不许打操的主意 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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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她说的基本属实 感谢大家的祝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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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的惊喜吗 对 特别自不然 再见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今天特别的开心 我希望大家也天天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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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抓紧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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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已经五点了 我爸爸跟你跟你嫂子 应该已经见面了 好 过两天 你就该改口叫爸爸了 嗯 嗯 哎 我说你不会还对我爸 耿耿于怀吗 只是有一点点不习惯了 我都跟你说了 不是我爸爸报的警 是有人冒充他的名义报的警 查出来是谁了吗 没有 哎 哎 你想想看啊 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去哪查呀 再说你现在的冤情已经洗清了 谁报的警也没那么重要了 对不对 你在想什么 嗯 我在想 怎么开呀 油门在哪 这 哎 你说 我哥和你爸爸能谈得来吗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还模糊什么呢 快点 鲁先生 我刚刚从印刷厂拿回来的样片 请您过目一下 哎呀 湛夫人亲自操办那还有错啊 啊 老夫就不用过目了 要说过目的话 湛将军由你来定夺啊 哦不不不不 一切我们都听 吕老先生的安排 啊 这个啊 关键呢 是燕亭和守安哪 年纪轻轻 经历了这么一段不同寻常的相识过程 可说是患难之交啊 现在又要结百年宴好 真是天大的缘分哪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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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先生啊 不如趁他们没有到 我们帮他们选一个好日子 好不好啊 谢谢你 不不不不不 湛夫人说得对啊 时间咱们就定在下个月的初一 正好是星期天 地点呢就定在天主教大教堂 晚上咱们在梅龙镇大酒店 席开百夜好好热闹热闹 席开百夜真的很大的场面呢 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一招嫁人 我 我这心里头还真不是滋味啊 办得热闹点 重重离别之情 这样好办 让爽安做你们家的倒叉门女婿 那你跟燕婷就不用离别了 说好 爸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燕婷啊 你嫁了个好人家啊 爸不为你高兴啊 我挑的人能有错吗 坐坐坐坐 咱们两家今天是第一次相聚 总今往后 那就是变成一家人了 是是是 好 我来祝贺 首安 燕婷 百年好合 欢欢喜喜 来 来 永远幸福 谢谢 来 改天再聊 好 谢谢啊 谢谢回复 爸 我和嫂子先去逛街了 去吧 再见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玉先生 您的车已经在外面了 知道了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好 再见 再见 咱俩一起坐坐 今天你怎么回事啊 一直不说话 没有啊 可是你马上就要当新郎官了 怎么 你就高兴不起来呢 哥 你有戴比丘的消息吗 你问他干什么 我 我这不是把他给连累了吗 我 小安 虽然已经查明了 你在广州期间 没有出卖组织的行为 但是在敌战区 你这段时间向组织隐瞒 这也算是一种错误啊 就像啊 你刚才所说的 你连累了人家戴比丘 你现在找他干什么 就算找着他 你还是给人家添麻烦吧 好了 好漂亮啊 这套婚纱啊 好像是替你定做的一样 真漂亮 看你穿得这么漂亮 我都想重新再结一次婚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高兴啊 没有 就是因为要结婚了吗 我 好紧张啊 真的 有什么紧张的 我看看 今天呢 首安确实有点死相 可是她刚刚从鬼门关跑出来 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调整自己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向她求婚 我希望她能早点走出阴影 你说说 他们老战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 修来这么好的福气 娶来这么好的媳妇 你真的 又漂亮又聪明又贤惠 你看看 嫂子 你对我真好 瞧你把我被夸的 你真的好漂亮 你看看 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 就是你了 我要说男生的话 都一定要娶你 她脸都红了 来 我帮你整理一下这个 真的吗 真的太漂亮了 好紧张 好紧张 好 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谢谢嫂子 你啊 对人家艳情好一点 人家从广州到贫海 风风雨雨地跟着你 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人家 不是 你看你说的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们俩都快结婚了 我能不对人家好吗 你这 我怎么可能对人家不好 你拿起点精神来好不好 马上当新郎官呢 那有个样子吗 你怎么在这儿 你在等我啊 我说我找你复兴 你肯定不行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大事 大事 什么大事 婷婷 我在跟你说之前 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听听听 其实这件事呢 我一直想跟你说 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 如果今天我再不说的话 我怕就晚了 到底什么事啊 你快说呀 你不觉得你和我之间 不 我们的婚姻之间 缺少点什么吗 如果没有这样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的婚姻是不成立的 你什么意思 你有话直说 不是 你别激动 行吗 好 那我们先不说这事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捡到一样东西 我觉得它一定是你的 对你至关重要 你看 你看看 如果缺少它的话 我们的婚姻一定是不完成的 对吧 这儿是我爱你 我 我 我可以给你戴上了 今天是我这辈子 最开心快乐 最幸福的一天 我愿意 也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一天 我 好合适啊 多漂亮的一只手 安静合适的 你 我要我们一辈子在一起 这辈子 这辈子 下辈子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开 婷婷 我要牵着你的手 你知道了 你知道我什么也能记住 你愿意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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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呼叫三三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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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五三 五八 一二 三五 六六 一八 三三 现在呼叫三三六号 五四 现在呼叫三三五五五三 五八 一二 寒暈 五三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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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一个在押的反革命犯 背叛死刑以后为了求生 在公司里说我在抗战时期通敌 言之凿凿 后来我的问题查清楚了 却差点耽误了你 让你收口了 我 我没事 林叔姐 法院都判我死刑了 您怎么可能相信 我就不是判处了 因为秦风刘一雄相信你 地下工作制定了很多防备叛徒的法则 严酷的地下斗争 会让不少人经不住考验 但是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叛变的 比如秦风刘一雄 他们把信仰置于生命之上 那些法则对他们不起作用 你能从他们那儿获得信息 只会是他们主动告诉你 绝不可能是叛徒的公司 我现在要问你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就敢把这样的惊天秘密 告诉我 一个被隔离审查的人 他们用生命去效忠的人 怎么可能是敌人 你怎么办 这里是天机计划专案组的办公室 目前这专案组只有两名成员 我和你 中央高度重视 对天机计划的振破 为了防止泄密 保证振破成功 专案组成员所见到最小范围 从今天起 你的任务就是 等待国民党保密局的唤星 然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取得他们的信任 查清楚天机计划的权望 到最后的他去 查清楚天机计划的两个人 要查清楚天机 你还要查清楚天机 可能到底要查清楚天机 但是他当然要查清楚天机 给其他人开队 我们给他的事 画下之前 是不是 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 两座 可能会使侦破行动暴露 从而前功尽弃 现在我代表组织 来征求你的意见 你可以选择退出 重归正常的生活 你已经为侦破天气计划 做出了重大牺牲 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你 李凤健 如你刚才所说 那些我都已经经历过了 我不怕 我要嫁了 我 我要 守安 老洪翔说好了 今天去拿西装 你穿得好就直接去教堂 我们大家都在那儿等你 记住了啊 婚礼十点钟准时开始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试好了衣服 马上就过去 绝对不会耽误一分钟 好不好 亲爱的 好 快点啊 嗯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妈咪 怎么样 她知道了吧 帮我看看 好漂亮啊 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子 谢谢 你也来了 请请请请 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谢谢 恭喜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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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谢谢 来 坐好 请坐 请坐 恭喜 李先生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 李先生 恭喜了 最好的面料 最好的做工 怎么样 我的手艺 您挑不出毛病吧 快去吧 新郎官 别让新娘子动极了 洞房花烛夜 乃人生大事啊 谢谢 谢谢 等我走了 再见 谢谢 你随便走啊 李先生 你怎么开车呢 不行不行 洞生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洞生 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洞生 你怎么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怎么了 洞生 没事吧 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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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生怎么了这是 快带他去医院 带他去医院呢 走了洞生 快走 走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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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漂亮啊 好看 这都到点了 湛首湾怎么还不来啊 外头那么多人都等着他呢 帮啊 您不要着急嘛 他去拿西装了 要不我打个电话催催他 你让他快点 我去招呼一下客人 你放心吧 打电话 怎么样啊 家里没人接电话 没有人接电话 嗯 那可能正在来的路上呢 来的路上 就是有天大的事 他也不可能不来的 我再问问 喂 你好 请问湛首安在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雷秋 你别太担心 孩子都进了手术室 医生一定会进去医院 你放心吧 孩子不会有事了啊 我回到老家之后 才知道他有些年线心脏病 上去的医疗伤备根本治不了他 我就带他回来了 你说你不是的 发生这么大事 怎么不去找我哥啊 我要是能找他的话 我就不会去山里头了 那你找我呀 想问你先担心也没有用 想问你先担心也没有用 不会怎么样 今天多亏了你 你穿得这么正式 你不会耽误什么事吧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孩子的情况很危险 需要马上输血 孩子是B型血 你们谁是B型血 B型 我 我是B型 我是孩子的叔叔 我跟您去 快手安 好的 马上跟我来 怎么样 守平 呂先生 现在暂时 跟水安联系不上 艳婷正在打电话找呢 这个时候联系不上 肯定出什么状况了 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医生 医生 怎么样了 孩子的手术成功了 但也需要留言观察 72小时 谢谢你 谢谢医生 好 你 你好 是梅龙镇饭庄吗 太好了 那个我想问一下 战手安和吕燕婷的婚宴 结束了 什么时候结束的 好 好 谢谢 谢谢 吕公管吗 请问吕老先生在吗 那吕小姐在吗 都不在啊 好 谢谢啊 陈秋 最近就住我们家了 离医院也进 回头看海生比较方便 好吗 我真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都怪我 是我连累了你 别这么说 就不关你的事 怎么可能不关我的事呢 白秋 我犯下的错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从明天开始 我得替你申请 该找哪个部门 就找哪个部门 我相信 他们不会不管他 你现在的处境 就是你最有力的作证 得让他们考虑考虑 当初 让你离职的决定 是否正确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怪不了别人 但是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组织上也不会错怪你 你也不会到 到今天这个地步 裴秋 有错必究 是写进党章的 不管任何人 任何部门 都不可以例外 我相信我们的党 是公正的 我也相信 我这一次 一定能为你平凡成功 平凡 对 希望吧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谢谢你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们是战友 你别忘了 我们差一点 差一点死在一起 好 里边请 没事吧 没事 坐 你呀 就是由于过度惊险 和疲劳造成的 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呢 还有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 你快去忙吧 不用管我 那里边呢 有床 实在挺不住了 你就去休息一下 我先走了 行 你没事吧 怎么了这是 你头好晕啊 头 来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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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安 你有事就去忙吧 别管我了 别乱动 多休息 我知道 我去接个电话 我去 喂 燕婷 喂 喂 说话 喂 喂 一会儿 多喝水 も homo 放这儿了啊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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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先走了 给我拿那个 有他的消息了吗 我托人打听了 今天平海所有的医院 都没有收治一个叫做战首安的人 保安处我也问了 一样没有 我知道 他没事了 你知道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没什么事我先回房间了 站住 你知道咱们吕家 在平海何等的身份吗 我的宝贝女儿大婚 新郎无故不出现 今天在座的来了那么多的要员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啊 再说他战首安 他就是再有情况的话 他给我打个电话难吗 再不记 事情发生了跟我解释一下 这倒好 几点了 让我坐在这等一宿吗 没人逼您在这等他 您要是为了您的面子问题 您自己去找他好了 我仅仅是在乎我自己的面子吗 战首安 他七尺男儿啊 今天是你们的大婚 头部消失 这样的人你能信得过吗 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吗女儿 啊 谢谢您的关心 我自己的幸福 自己做主 放肆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嗯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天机计划专案组副组长 高峰统治 你好 那些人 那些人 带路 那些人 说 他太美, 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天机计划专案组副组长高峰同志 你好 你好 以后你的所有直接联系都由高峰同志完成 一会儿他会向你介绍具体方式 来 过来看一下 天机计划专案组正式成立了 他们既是你的同志 也是你的后患 只等你被唤醒过 全都投入沉堵 当然 除了高峰同志 他们都不会见到你 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在这儿有一个代号 姓天翁 我知道 是为了保护我 来 这边坐 说说吧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我没明白 你今天的行为 威胁到了整个天机计划的侦破 你们跟踪我 你们跟踪我 你收留了一个女人 你们既然在监视我 那你们应该很清楚 她叫戴培丘 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接着说 当初 她为了帮我查到你 受到了组织上的牵连 如今生活紧迫 我有义务帮助她吧 你跟她在一起 还有谁看她 没有 那好 你现在回去 什么也别说 立即和她脱离接触 怎么脱离接触 就是让她走 再也不见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保密局 派遣的特务 你不能和她在一起 带培丘参加过策反八十九旅起义 她的共产党身份是公开的 敌人如果知道 你现在和她在一起 就再也不会唤醒你了 那好 我现在就回去 妥善安置她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刚才说 我们在监视你 难道敌人不在监视你吗 你跟她多待上一分钟 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否则我们不会向你发送 我这十万火急的信号 那你们说 让我怎么做 赶紧让她走 我答应你帮助她 我不可能言而不信 敌人如果发现你在帮助她 天机计划的侦破行动 将彻底失败 我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见面 你太嘀咕我们的对手了 因为天机计划 从上到下单线联系 而你今天的行为 正在破坏着唯一的希望 如果你继续下去 你会毁掉整个专案组 我们整个计划 还有我们的烈士 鲜血就会白流了 你不太嘀咱们 这是什么嘀咱们 你不太嘀咱们 你要是真的做不到 我 组织上不免讲你 你在这儿 在上面签字以后 就可以离开转案子 捡完这以后 你想怎么帮他就怎么帮他吧 你回来了 好点没有 睡了一觉好多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我 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你 什么问题啊 在你心里边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傻 特别好利用 特别好骗的人 我求你了 千万别用这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我真的受不了 你有什么话直说行吗 当年 我们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承诺 也是因为这个诺言 我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平海 结果呢 你也嫁给了别人 而今天 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 你不是一直问我吗 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吗 难道你傻吗 你看不出来我穿的那身衣服 我应该参加什么活动吗 今天是我的婚礼 你结婚 可我恰恰又碰到了你 有这么巧吗 不 如果说 你真的穷困潦淘呢 你需要我帮助你来找我 我相信我是愿意帮你的 我求你了 别毁了我一个初恋 时隔多年之后 你又来毁我的人生 所有的 所有的 够了吗 这首位 你什么意思啊 过点像样的日子 别来骗我 懂吗 你这是施舍我吗 可以吗 太过分了你 好 如果我签了自己出门 你们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吧 带培秋没有受过特等训练 他不会掩饰自己 如果你是真心想帮助他 就不要让他知道真相 这不仅是机会 也是为他的安全照相 老冯同志 如果你早就这么说话 这事就简单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会让你一下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她的事 不得了 我我们死定了 你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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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定了 医生 同学 医生 怎么了 我的孩子呢 患者是几床的 家户病房的 我看一下 是这样 晚饭前被要求转院了 转院了 谁要转院的 这上面写的是 孩子的母亲要求转院的 我是孩子的母亲 那这上面确实是说 孩子的母亲要求转院的 把我的孩子交给谁了 你冷静 你冷静一下 你慢慢说 我的孩子 同志 我的孩子呢 我的 同志这里是医院 你先别乱喊 有什么事慢慢说好吧 还有很多病人呢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把孩子交给你们医院 现在你们把孩子弄丢了 同志 你先冷静好不好 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 你把孩子救给你们医院 你先冷静一点好不好 黛培修是谁 电话 黛培修 你的孩子在我手里 你是谁 你如果想要孩子的话 赶紧过来 你还好吧 景婷啊 我没事 爸爸有点事跟你商量 你出来一下 没事啊 爸 好 燕婷啊 今天这件事情 全怪爸爸太心急了 我应该心平气和一点 我细想了一下战首安 他不是胡言乱行之人了 捅出这么大的变故来 他肯定事出有因 咱们哪 好好找出来龙去脉 爸 坐 燕婷 爸 你不明白的 你就不要再追问了 你知道原因吗 好了 今天咱爷儿俩谁都不要乱猜了 今天啊 让他自己当面给咱们解答 好吧 他来了 他来了 我就要来的 爸 你怎么这样啊 你别走 我不想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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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先生 请 咱们 开门见山 请你告诉我 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参加婚礼 爸爸 你怎么办 吕伯伯 对不起 都是我的问题 好了 场面上的话就不要说了 直接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临时遇到点事 没 没来得及赶过来 告诉我什么事 学校的事 但是学校告诉我 你今天根本没去 战首案 我今天原本想接受你全部的说法 但是必须是真话 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忍心啊 来欺骗我 你还忍心欺骗你未来的新娘 爸 你不要再问他了 我必须让他说实话 说 吕伯伯 我恐怕 不能和燕廷接回来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朕舍安 我不勉强 你走 对不起 你站住 你今天就是想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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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把实情告诉我 吕伯伯 我是个不祥之人 我不配介入任何人的人生 别让燕田跟着我受苦来 你玷污了吕家的门楣 你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算了 你就走了 若俺是个实德之人 便接受任何常见 啦啦啦 啦啦 啊呀 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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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tle 战層 啊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有过一个约定 日后你要无条件 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现在你可以兑现了 你说 你永远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你走吧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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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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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的 你走的 你怎么回事 走 戴裴秋 只要你按照我的指令去做 你的孩子肯定安然无恙 如果你愚蠢到 采取不理智的行动 来对抗我的命令 那你就是杀死你儿子的凶手 等我们交谈完毕 你就可以见到你儿子了 我们言而有心 因为我们之间 将会有一项长期合作 今天的开端虽然不太理想 但是 未来肯定是美好的 欢迎你 戴女士 喂 王老师 战首安 那你 统计医院是吧 好 我马上过去 患者的化验结果血红素极低 严重贫血 似乎最近好像给别人 输了大量的血啊 而且啊 他还有陈旧性胃溃疡 出血点已经破裂 目前他所需要的是 输液和静养 对了 提醒你一下 这段时间 千万不能让患者 有任何的精神刺激 明白了 谢谢医生 好 去吧 我心里不是 我 Pamela 你自己只能被人伤害的 你不能让惊自学 你自己只能再乓法 我 所以你也没在巢 是 你自己肯定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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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协 awl 跟副 你组宿 你怎么在哪46 你现在才通知我呢 我 哥没什么大事 没大事你就躺在这儿 刚才一松说你 你给别人输血了 你给谁输血了 还有啊 婚礼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哥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能解决好 我今天把你请过来 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 什么呀 你儿子的事 湛海生的事 他怎么了 你见到海生了 是啊 那也就是说 你也见到戴北秋了 那他们现在人呢 说话呀 这小孩可真漂亮啊 叫什么名字啊 湛海生 那个 苹果贸易行已经把钱给我了 你就不用管了 孩子在我这儿啊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解放钱啊 我也是在大湖人家待过 给人带过孩子的 来 给我吧 孩子放我这儿你就放心吧啊 来来来 Greece 来来来 他妈妈 ры 把这倒 Has 对 我 你 Aa 我们 你去到这里了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啊 老长官的骨血 这么做了大家都安心 这话乱不到你说 是是 我自有分寸 自然不会告诉老长官的 要是让现在的夫人知道了 还不天下大乱呢 带伟修去哪儿了 我真不知道 但是你儿子 你儿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刚做完手术 有案可查 你顺着线索应该能找找 先天性心脏病 这么大的事 你们就一直瞒着我 不是 我也是刚刚迟冷的 行了 不说他了 儿子的事 我自己回去找 你的问题想咋解决啊 哥 我 我退婚了 你这么做也太儿戏了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好 你就甭管了 你赶紧去找你儿子去吧 你说啊 我知道你肯定 遇到过不去的坎了对吧 我能有什么坎 我什么坎都没有 那边是不是在威胁你 谁威胁我呀 你可别瞎想了 哥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 好 那好 你先卸着 我 我还要回来看你 我还要回来看你 战首安为了等待唤醒的命运 付出了人生的一切 出了任务 他已经一无所有 唤醒的命令还会来吗 他忽然感到毫无把握 感到担忧和恐惧 你还要回来 你还要去哪儿 你还要回来 我还要回来 你还要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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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很久 我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你 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期 我就像着龙魔一样 爱上了你 然后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 冲动的事情都是为了你 首爱 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对不对 你跟我爸爸说 说你不能娶我 是违心的话 对不对 那你解释给我听啊 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现在就在你的面前 你解释给我听好不好 难道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么的无足轻重 连给你 连给你一句像样的解释都不行 连给一句像样的解释都不行 连给一句像样的解释都不行 但是 但不管怎么样 请你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是爱你的 我只能不能这样的解释 你杀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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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坏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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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厮守终身相伴始终 他无法抗拒 无法放弃 他只能对自己说 让他幸福 哪怕为此 付出自己的生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现在开始呼叫 现在呼叫101号 现在呼叫101号 再呼叫一次 现在呼叫101号 101号 6523 726 378号 297号 21号 21号 在翻过千万座高山 躺过千万条激流之后 唤醒的呼唤声 终于划过茫茫太空 越过长江大河 来到了面前 战兽安知道 他人生中新的一夜翻开了 他将走入其中 义无反顾 至死方休 给你的 这是我跟手安的喜糖 那天婚礼的时候你没来 我知道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 你们不是吹了吗 表哥 喜糖我送来了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什么时候又结婚了 我不管过去你们有什么样的纠葛 但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表哥 你得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就是 战兽安他是我的丈夫 是我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 我求求你了 放过他好不好 一家人 在一起应该怎样相处 我想你是清楚的 给你的 这是我跟手安的喜糖 那天婚礼的时候你没来 我知道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 你们不是吹了吗 表哥 喜糖我送来了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什么时候又结婚了 我不管过去你们有什么样的纠葛 但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表哥 你得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就是 战兽安他是我的丈夫 是我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 我求求你了 放过他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一家人 在一起应该怎样相处 我想你是清楚的 他说的 我都说完了 吕远婷 不管你跟他走到哪一步 我还是要对你说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会害死你 表哥 表哥 以后我的事 你不用操心了 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你看看 那报表上面的书籍 感觉不太怎么样 你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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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夏副官 请退席 谢谢 谢谢夫人 谢谢 别客气 都是自己人 夫人 上次在官邸那件事啊 真是吓死我了 后来在乱街遇到夫人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那以后呢 我就再也不怀疑那句话 吉人自有天相 说起来真的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在我每次遇难的时候 都出手相救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流浪呢 应该的应该的 相救谈不上 夫人的事啊 就是我夏天水分内之事 以后呢 夫人再遇到任何为难的事 我 嘭嘭嘭嘴 我的意思是说 以后夫人呢 自然是云开雾散 诸事顺心了 谢谢 小平 你来了 旅长回来了 聊得挺开心啊你们 下副官来了 我去找几个菜 你们块儿吃饭 好啊 旅长 您让我办的事 我都办妥了 在 少平啊 你们要喝西凤酒 还是茅台酒 都行 旅长喝啥我喝啥 好 对了 菲菲 我跟天水出去有点事 马上回来 这费用啊 有一家叫做 平广贸易行的公司负担 保姆人可靠 靠别也好 这家贸易公司什么来历 我还在打听 他们为什么为我儿子出钱啊 当然是敬仰旅长 您的为人了 他别跟我说这种 不招编辑的话 我正在打听 这家公司的背景 戴培修呢 没找到 你肯定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 旅长 我还真不能 在您面前演戏 一眼就露馅了 到了 就这家 就这 ows 在这儿 seat 请 您吗 listening 好 您吗 inflow 写 是的 您吗 好 定了 愿远吃 Zither Harp 这么长久下去不是办法 旅长 孩子放在这儿是眼下最好的办法 否则夫人那儿不太好办啊 你话里有话 到底想说什么 这家贸易公司出钱照顾我孩子 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呀 不说是吧 我自己问他们去 旅长 别逼我 还几天好吧 等我全部弄清楚之后 再全面向您汇报还不行吗 夏天水 你小子变了 背后有人跟你撑腰了是不是 我小心点 别惹出一堆麻烦来 属下自有分寸 唤醒后的第一个任务 让我去驻驾角接人 中暗昨夜接获了这个阵令 敌人非常的狡猾 他们选择的这个地方 方便他们暗中观察监视 我们的任何行动很难瞒过他们 但是我会尽量派人暗中保护你 那是我一个人去吧 我们分析 敌人刚刚启用你 还不至于对你动手 所以 还是这个建议 好 你记住 这是包括天机计划的第一步 非常地关键 不论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保证不要暴露自己 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他们的信任 是吗 你让人情况怎么样了 都挺好的 保密工作要做好 只是为他好了 我就不该结日婚了 我就不该结日婚了 不是你怎么走得没事儿呢 我就是想看看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不要干什么坏事儿 这都什么呀 我去爸爸家 他把这些好吃的硬塞给我们 明天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明明天 明天恐怕不行 不是 那个 为什么呀 那个学校有个学术交流活动 什么学术交流活动啊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 明天要去交游的吗 说好了吗 你看看 我 他们也真是的 非挑这个时候 说弄什么活动还得 非去不可 真是讨厌 再下一次 好吧 我不想理你了 我不想理你了 不是你 你干什么呢你 装着东西啊 我求你了好不好啊 别小题大做好不好 那下次我们再去 谁小题大做了 我就是知道你明天要去出差 我是在给你生日衣服呢 是这样 你看我啊 老婆 老婆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有多么的优秀 有没有 知道就好 你看老婆 不错 我又委屈你了 你说吧 让我怎么补偿你 我就帮你收拾一下东西 你就感动出这样了 老婆 能娶到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你看你看这样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家里面 所有的家务 都有你来做 怎么样 好不好 想不动的 你 好了你别腻你歪歪的了 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 我不 我不 快帮我收拾 快 好 老婆 到了 我先走了 你真的不要我陪你去啊 你看 一个学术交流活动 你说我带着老婆不合适 再说了 我老婆长得这么美 会遭人妒忌的 无形当中 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 你夸我了 今天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 一定的 拜拜 拜拜 慢点看 嗯 我走了 看什么呢 没什么 时间到了 快走吧 一定要慢点开啊 嗯 放心吧 嗯 快走吧 站手完在心里再次复习了一遍应对方案 她把应有的神态语调都设计到了极致 他知道 这一步要是走错了 那就是滔天大错 万劫不复 他绝对不能出错 绝对不能 总经理 什么事 是 是这样 我归到了一些旧档案 发现有几笔运输费用 最近几个月 一直存在重复支付的情况 我想 你想干什么 我想再重新核对一下 这几个月的账目 看哪出了问题 如果可以确定的话 也可以为公司 节省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你应该知道 咱们的公司虽然不大 但生意往来也有很多 像复产旧账这种事 很敏感 容易引起方方面面的部门 弄不好 影响是大 我刚来公司 很多事情还不了解 是我都管些事了 你别误解我的意思 做生意 就是求个才嘛 该花的钱 必须得花 不该花的钱 绝不能乱花 不该花的钱 你还不花的钱 你要查 就要查彻底 查清楚 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明白了 当案室的钥匙在周秘书那儿 有什么事 你尽管来找我 我还有事先走了 闷口 你们 ед 快拿来 里面 我借去了 什么事 甚至 fox 请进 周秘书 我正好要出去核实一下情况 这些档案 我一会儿会归到档案室的 有事你就忙吧 我来帮你归档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那谢谢了 不客气 总经理 不客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人吗 代科长 里面是空的 我之前说的那些账目 都跟这家公司有关 我想确认一下 为了公司的账目 代科长竟然把看家的本事使出 我是给感动了 还是担心了 你是要除掉我吗 那至少 在临死之前 让我再见一次我的孩子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恭喜你还来不及呢 恭喜我 恭喜你 通过了面试 什么面试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只是让你到财务室 帮个忙才这么做的吧 小文华你到底想干什么 只要你放了我的孩子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你会答应 但是你能不能胜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 那些账目上的线索 是你刻意安排的 是 你的表现让我非常满意 如果你不介意 我想知道 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 我再找 到底是谁 在帮你控制着海生 继续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保姆跟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 夏天水也有别的任务 那一定另有其人 在帮着你 控制着海生 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运输费用 是海生出世之后 才出现的 而且运输公司 离海生住的地方 距离不远 这其中必然有联系 对吗 你分析得非常对 他们把你开除了 真是他们的损失 小文华 你把别人的骨肉分离 当做一场游戏 是吗 我们也算是各位其中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你做得很好 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对不起 不过 你在绝望的时候 没有视觉控制 还知道 有意识地让我知道 你知道的线索 你的表现太完美了 你现在只需要有一点耐心 凭你今天的表现 我保证你会见到你的儿子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请你相信我 你别无选择 客官 客官 你要什么场 凭钱龙锦 高山乌龙 各一个人 好呗 您稍等啊 来 掌握他 客官 您的口味独特 您楼上雅尖请 谢谢 请吧 马青 这边请 请 101号 久违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直属特工 所有的工作由我亲自安排 坐 这儿的龙井还是不错的 你太让我吃惊了 你要是不吃惊 我就要吃惊了 那也就是说 在酒区里那一幕 是你演给我看的 你演给我看的 可不只是一幕 接下来我怎么撑回你 保密局平海特别小组组长 我是昨天晚上登录的 需要你给我安排落脚地点 没有问题 常用物品都已经处理好了 各位例行检查 请大家出示证件 你给我上楼 是 您好 请出示证件 您 内务 是 昨晚在海边发现了特务登录的痕迹 今天要对过往行人进行全面的检查 请出示您的证件 为什么没有 谢谢 战术安 是 一轩的 对 谢谢 同志 您的证件 是这样 他是我的表弟 陪我一起来 对不起 我没有问你 请出示您的证件 您看 我们出来的太匆忙了 他忘记待了 那好 请跟我走一趟 那我来担保 还不行 可以 你也一起去吧 别的看到证件是什么 是 看见了我的脸 看到了我的证件 杀了他 是 心好没子弹 要不然老子这条命 还真被他给拿下来 认识一下 老鹰 平海战一号杀手 真幸福 程旭还是要走的 小花 你还是不信任我 好 让我来猜想一下 当你知道 要被唤醒的人是我的时候 你主动申请了唤醒人 做了我的上线 目的就是为了杀了我 战手案实现设计了 无数唤醒场面 但是 唯独没有萧文华在场 虽然在第一时间 他依据原有的情报知道 当天根本没有国民党特务登陆一事 从而识破了老鹰的试探 但是在萧文华手下做卧底 无意识地侦破行动的难度空前提高 此时此刻 他有了在刀刃上行走的感觉 明天是共党庆祝三大战役集会 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送一份大脸 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 什么作用 你在广州特训班学过一种神经毒气 中三阳子 那是日本人的化学武器 抗战后期配备给驻华日军的 可是没来得及使用 日本就已经战败了 现在 只有你一个人会使用 你有中三阳子 新媳妇回娘家了 新媳妇回娘家了 爸 怎么了 来 坐爸爸这儿 想来口吵架了 没有 他欺负你了 爸 你说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才能得到他的心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他说 他说他去扎州市开会 可是我问过学校了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 结婚的那天他没有来 他是在家里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早上去车站送他 我早上去车站送他 我看见那个女人了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不认识 爸 可是我看见 那个女人在表哥的公司上班 你没看错人 我 孩子 这件事可是你一意孤行啊 非战手安不驾 爸爸怎么劝你都不管用不是吗 现在我倒要劝你一句 相信他 男人有男人的世界 但是 当你决定要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 你就应该像一个 战士 走上战场 当你跨上第一步 就绝对不要回头 只有这种信心 才能帮助你走到底啊 明白吗 好孩子 你跟老英进去 下面的任务由他来布置 走吧 陈先生 中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新来的伙计 战手安 小黑皮 红脖子 阿四 听说你就是广州特训班的 投名状元 我讲了 以后你们一个组 小黑皮 你当组长 还没搞定是吗 不是 那个研究事他们在搞了 再搞了 什么人 一个汉奸 还在神 什么时候了 还有汉奸 有空再跟你说吧 先来干正事 把东西搬上来 阿四 告诉眼镜蛇 不用弄出那么大动静 是 是 湛华人啊 你来激活他 众三养子 对吧 一个毒气氮 怎么起了个日本娘们的名字 日本有个化学家 叫众三郑田 她有个女儿 叫众三养子 在美国袭击东京的时候 会炸弹炸死 她就用她女儿的名字 为这款毒气氮氧 发誓要为她女儿报仇 这就是她的来临 没想她在这儿见了她 你们是怎么弄她的 光复的时候 军统结收了 我嫌疸 我嫌疸 她全部试了 要不要 我嫌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今天对战首安的测试还满意吧 说吧 今天你说什么也不要有顾忌 毕竟是唤醒行动 战长 就是杀了我 我还是认为战首安是宫廷 现在他是双面间谍 那你怎么解释今天他的表现呢 他是当着你的面 向共军士兵开枪的 这正证明了他 为了打入我们的组织不惜一切 他今天要是不开枪的话 他是共谍 他今天开枪了更是共谍 这个逻辑你说得清楚吗 说不通 你看看你看看 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啊 正是因为说不通 他才变得说不通了 我要扯这些了 他现在已经被唤醒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战首安编入的我这个小组 他最多只能破坏到我这一层 我就是死 也不会暴露我们的组织 好的 这是一款神经毒气弹 毒气一旦被人体吸入 三分钟之内就会麻痹 呼吸神经系统导致窒息死亡 这种毒气弹 他的特点就是要用遥控器来控制 三百米之内开关自如 如果没有了遥控器 开了不能关 关了不能开 设定几分钟 五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